從選秀節目出身的歌手林佑架 日前回國擔任可作評審 而這也是他退伍後的 第一個電視通告 一進到攝影棚 就立刻勾起他的回憶 其實有 我 我剛剛一手進攝影棚 我就 哇 這種就是攝影棚的味道 因為像我很久沒有來攝影棚 攝影棚真的有一種 攝影棚的味道 就是一種便當的味道 對 勾起了那個回憶了 除了相當懷念攝影棚的味道 林佑架也透露這次擔任評審 和選手時期的感受打不同 我覺得是 那個那個 Keyber老師彈得有點大聲 我覺得 真的 不一樣就是在於 就是剛剛我去試 試坐了一下評審的椅子 哇 有耳機還有衛生紙啊 還有 對 滿不錯的 就是感覺 可是其實也沒有比較放鬆耶 你知道因為製作單位今天 竟然要我唱歌 害我就是評審的時候 可能就不能太囂張 對 同樣是因為參加選秀節目 而出道的林佑架 相當了解選手們的心情 他也鼓勵大家別太在意成績 盡情享受舞台 才是最重要的事啦 完全威樂 總和報導 當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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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